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不是让你发信息吗 我已经在你们学校门口了 我想现在应该是午休 你应该可以决定好 你怎么知道我在哪个学校 猜的而已 一般打工的学生 都会选择一个 离自己学校比较近的地方 那你万一猜错了呢 别去吧 不过我想 我应该没猜错 走吧 你看那男的好帅啊 是啊 怎么能看上他呢 平胃也不行啊 快看过来看看 快看过来 我们的食堂到了 我们食堂是一个特别有名的设计师设计的 上下两层可以同时容纳一千人就餐 在这附近没有比它更大更宏伟的餐厅 所以我就请你吃它了 好 我们学校的麻辣汤 汤都是可以喝的 这个档口的面点应有尽有 拉面 灰面 焦香面 饺子 馄饨 葱油饼 这儿呢有麻辣香锅 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他们家还有巴西烤肉和克尔西烤肉 这儿有各式精美小菜 昆素搭配营养健康 你看 英式炸鱼排 日式寿司卷 如果你有饭后吃甜点的喜欢的话 这儿有非常新鲜的水果 酸奶还有广式茶点 对了 那儿还有免费的汤 无限续杯哦 果然是菜肴风味 南北汇气东西何地 这儿有中餐西餐样样俱全 而且还有各种烧烤各种汤品 由你选择 只要你想吃的那儿都有 还真是什么汤品都有啊 就餐环境也很温馨 你不介意啊 我为什么要介意啊 那你想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你就点吧 我都可以 行 那你去找地方做吧 快点 好 很久没有在食堂吃饭了 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 谢谢 程之远 你在哪儿 我来找你 有事吗 没事就不能找你啊 没事有什么好找的 今天食堂里和你吃饭的男人是谁 不会是新男友吗 我们才刚分手 你的速度可不要太吓人了 我是你男朋友时 怨你那么费劲 这不是你男朋友啊 怎么说一起吃饭就一起吃饭了 要不我们明天也一起出去玩玩 不行 和别人吃饭行 和我见面就不行 你好歹给我留点面子 在我没有交女朋友之前 你也别叫新男朋友了 凭什么 就凭你先说的喜欢我 我说 你怎么知道我没吃饱啊 你放了罗总的鸽子说去吃饭 现在跟我说你没吃饱 那个小朋友真买了一人份吗 小朋友 别装了 老李都跟我说了 我就不怪你了啊 不用了真的 还是你了解我的同类啊 这个不是给你吃的啊 别坐坐多久 走烫给我 我说你这不是给我的 你给谁的 那你别管了 反正不是给你买的 而且我就买了一人份 没你的份 我说乔雨你 这就不对了吧 你说你给某人啊 送夜宵 你还只买个一人份 不买两人份的 你说你活该单身吗 那你别管了 自己饿着吧 你欢迎来 娘 叫你 我当心发现啊 压给我留一点 你不太对劲了 我饿得不太对劲啊 行了 一会儿给你订一份 爸 谢谢啊 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 这次保员的机会非常难得啊 系里的很多同学都在申请 可是只有你的成绩和条件 是最合适的 我现在已经准备找工作了 那真太可惜了 谢谢黄老师 姐姐 这有人吗 小陈还没来 他好像今天下午要去打工吧 今天老实话考试重点 你看看都没有好位置了 我就坐这儿吧 操什么热闹 给别人留的坐 坐呢 要不要 我你了 四汤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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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 那个位置坏了 这有什么话 坐这儿 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坐一块儿 我们都分手了 坐一块儿不尴尬 分手了有什么尴尬的 就是因为分手了 我们现在才跟普通朋友一样 有什么尴尬的 除非你心里有鬼 还是 怎么 只能坐这儿了 老师来了 快坐下 怎么不坐之后也拍去 您猜 今天人坐得这么满 我还有点儿不习惯 好吧 为了留住难得一来的同学 先上一小时的课 第二节课 我会专门为大家留出半个小时的时间 划终点 怎么待会儿去不去老猴子 我不想离那前串子那么近啊 看情况吧 困 你真不记得为什么做事啊 你真不记得为什么做事啊 你和沈猴复合了 你和沈猴复合了 你说我该怎么回复呢 还是说你不舍得啊 你不舍得啊 我和沈猴复合了 你不舍得 我和沈猴复合了 你不舍得了 毕业者数 知道了 在这里我先预祝大家考试顺利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下课 谢谢老师 走走走走走走 你跟上去快跑 麻烦 有情况 你不说看情况去吗 这就是情况 走 这什么情况 你们去哪儿啊 快 杨小辰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有事呗 听说你拒绝保研了 怎么了 那你是打算找工作了 如果你真的打算找工作 我劝你啊 现在少打点工 因为从现在开始 各大公司的招聘会 都陆陆续续来到学校 为了考虑到学生 早上都在上课 所以呢 有的招聘会会安排在晚上 就知道你没想到 这是公司招聘会的时间地点 还有公司名称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提出分手来也是你 现在做这些也是你 你什么意思啊 你猜 我不想猜 我呢 就是想挖个坑给你跳 让你心甘情愿地和我和好 你开玩笑呢 我说你真的 你想开玩笑的时候 就看玩笑想认真的时候就认真 你把感情当儿戏啊 我儿戏啊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什么事都依着你 什么都是配合你 你看什么看 还有那天那个男的 你对他那么和颜悦色 还有跟那个教英文的老外 那么的满面笑容 还有你们老板 那么的言听计从 你对我呢 对我为什么就那么倔强呢 你管得着吗 你是我老板啊 谁跟我自圆置换 我就跟谁满面笑容 谁是我老板 我就对谁和颜悦色 行 我从现在开始 你把我当成你的老板 你什么时候都听我的 价格你随便开 行 我开是吧 我打我想打的工呢 一个小时二十 打我不想打的工呢 一个小时二百 二百就二百 一个月的话 算三万吧 那我现在命令你 不许跟什么破人都吃饭 还有 不许提前跟别人好了 成交 你不就是爱面子吗 行 钱到位了 我就陪你演这出 晚会面子的复合大戏 成交 但是 我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拜拜 大哥说错了 三万 这个冤大头 大哥你疯了 三万 你给他你用病了 就是请我们吃饭多好 傻子你还不答应 不是呢 你怎么想的 你那个装子 一个人 你什么 你得好啊 我这让你去 你疯了 有什么事情 过不了你需要自杀 你有没有想过个家里人的感受 我要是你遇到点事 我早就自杀几千遍了 大姐 你干吗呀 所以你拍这些照片 就是为了吓唬你渣男 没讲到先吓到你了 对不起啊 天哪 跟奶学的这一套 你学吗 我教你啊 你有病啊 跟你开玩笑的 我知道你关心我 谢谢 不过我这个人 要真说有什么烦恼的话 也就上下考研了 万一我要正考不上的话 我还正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不像那些 家里有钱有关系的孩子 毕了业什么都不用丑 梁小辰 我问你一个 特别严肃的问题 你相信丑小鸭 会变成白天鹅吗 丑小鸭变白天鹅 那是因为它服务本来 就是白天鹅 你需要变吗 还有 有些人它表面上 看着风光无限的 人家其实背地里 也是顺风顺顺的 所以咱们在遇到 一个接一个难关的时候 只能努力努力再努力 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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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我给你个东西啊 这个给你 什么用 大家看看 你做的考研重点啊 对啊 我记得上回刘新辉 出二百块钱 问你有没有考研 保点的时候 你说 没有 那会儿没有 现在有了呀 谢谢大生日 吃准备 吃准备 他不是 你的 这么快 我要 多吃 还不可 为什么 动手 Arc 宪 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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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看什么看 这个就是上次没让你吃饱的那个小朋友吧 喝酒 美女 借点零花钱花花呗 我还真没有零花钱 我有支付宝 你转给我 我不用支付宝 那月宝呢 那是什么呀 少啰嗦 把你手机给我 你好 我们打烊了 怎么 没事我找人 找谁啊 他刚走 怎么了 你他什么人啊 男朋友 后面 谢谢啊 快点 大哥 大哥我真没有 小羊的鞭子 过去 小羊的鞭子 走 你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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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走 快跑进去 快跑进去 快跑 快跑 喂 110吗 严小 晨温 我刚才救了你 你不应该说声谢谢吗 你要不出现 我一样能搞定 这么厉害啊你 一小盆 你试试吧 等一下 等一下 什么 拿着 这是你的工作服 从现在开始呢 我就是你的老板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得做什么 不让你做什么 就不能做什么 总之 你什么都得听完 那你 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帮你做我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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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上午十点半 我在学校湖边等你 迟到一分钟 罚款一半 记得把工作服穿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们现在应该属于恋爱关系 那不用我提醒你 恋爱之间的距离吧 对了 如果你想牵手呢 你就直接告诉我 谢谢你的提醒 我差点忘了 你轻点 他俩这是和好呢 咋了 我们打量绝绝几分钟 感觉错过了一个亿啊 这猴子损失了五位数吧 我去 你看不是吧 牛仔一块啊 牛仔一块啊 亲爱的同学们 老师们 老板可以松手了吗 手心全是汉 华东校园公益社团 将接手 顺务可以看一下 这个单子上面有想出的介绍 欢迎 您可以去给他解一下 多谢您好看一下吧 谢谢 一会儿你干嘛去 工作时间结束 工作时间结束 当然是私人时间咯 你管我呢 那只要在学校的话 都应该算工作时间吧 我要去招聘会 那你就这样去 不然呢 至少装一个正装吧 你不知道 做金融那些人 都看人家下菜碟 你 我有实力 而且不是所有人 都是看中你的着装打扮的 拜拜 我走了 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母有实力 我看看你也是吧 袁晓晨 没人要你吧 你都不知道要穿件正装来吗 你知道哪儿能买得着 又便宜看又上档次的正装 上档次的话就去商场买呀 便宜又上档次 那我就知道了 好 谢谢 请大家喝可乐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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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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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俩复合了 怎么直接吗 别够提前俩人 省后就是大傻子 他要有我这经验绝对不会被违骗 对了 法院的周成还对你死缠了哪呢 可乐堵不住你的嘴是不是 阿龙啊 雨晨 圈明天给我用一下 你要干吗 给我 秘密 不是 我有话还没说完呢 法学院那周成还记着吗 就死缠烂打那个 男搬女装进女婚宿舍那个 跟我有关系吗 我想告诉你 死缠烂打没有好结果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你说话别那么难听啊 再说了 穿女装 那怎么可能 别开玩笑了 我走了啊 我想跟你说 离那盐小晨远点 你就消停会吧 颐小晨是泼乐你可乐 但那些你嘴也挺欠的 你就别找麻烦了啊 我告诉你 颐小晨现在就是 把猴子给拿住了 咱必须想把我把猴子 本子三毛半斤要回来 好 同学你是金融系的吗 不是 你是金融系的吗 不是 我去吧 吴倩倩也不接电话 唉 不去过了 真的没事 嗯 你别担心了 拜拜 都不接 给我 你怎么不看着点啊 你没事吧 问你话呢 不好意思啊 你金融系的 那 那你认识颜小晨吗 认识啊 那你认不认识我 不认识啊 赵雨桓 国际贸易系最帅的那个 不是你们金融系的 真是学习都学啥 不是你你告诉我 颜小晨住哪个宿舍行吗 男生不能进去上宿舍 我不进去 你就告诉我 他住哪个宿舍就完了 二楼八角的内建 顺水管可以上去 你确定啊 嗯 怎么了 你不敢爬呀 你等着 加油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 都说了带你逛街啊 这儿的东西你觉得哪个 我消费得起啊 这样 我做你的导购 保证我们帮你选到 又便宜又好看的东西 你知道我要买什么吗 肯定能帮你选到最合适的 欢迎光临 我们随便看看 嗯 好 来 小姐 看看这个 喜欢吗 你来看看这个 先生眼光真好啊 不行不行不行 这太贵了 你赚了我三万 还差这两千吗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试试 我们全场三折 全场三折 你就试试吧 那我就试试这套吧 好的 这边挤 真好看 好看的 裤长也合适 再去挑两套 好 你这套衣服也挺好看的 多少钱 五百九十九 这么便宜啊 他们店全场三折 全场三折 这 是是是是是是 全场三折 是是是是是是 太好啊 你这衣服好看的 真的好看 我跟你们说 你上去看这家店 全场三折 小姐 这两套 你喜欢哪件 我就要这一套吧 好 这套三折是五百九十九 好 摔卡 今天这么便宜 你不多摆几件呀 谢谢 欢迎下次光临 快过来快过来 我跟你说 这全场三折 你们赶紧 那个你喜欢的 欢迎光临 我们再逛逛 我今天可以下班了吧 我帮你省了那么多钱 还帮你选对了衣服 再怎么着 我也是你老板和安人啊 那你想怎么样 至少请我吃顿好吃的吧 你想吃什么 怎么着也得是 海陆空大餐吧 好 喂 行了 我知道了 不管亏多少钱都算我头上 好 我先挂了 这就是你说的海陆空大餐 小鸡是地上跑的 海鲜是海里游的 空泉水贴上来的 海陆空 你真的是为了省钱 无所不用其极啊 这么昧着良心的话 你也说得出来 门上去真香味道应该也不错 你不吃吗 既然是请我吃的 我不吃岂不是亏大了 这也是我的 这也是我的 这都是我的 好 都是你的 吃吧 浓汤海鲜面 浓汤海鲜面 来 香菇炖鸡面 我听说你要出国啊 怎么 你舍不得我走了 没有 你有你的选择 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不管我走不走 你都没感觉 那你就何必问我呢 我就是觉得 损失了一次赚钱的机会 比较可惜 我再去拿瓶矿泥水 我再去拿瓶矿泥水 我也再喝瓶 看什么看 睫毛挺长的 那我就让你再看清楚一点 不仅可以看 还可以摸 你还要干吗 你平时不爱笑 这样看 还挺好看的 你为什么不爱笑 因为没什么可笑的呀 怎么会 你肯定是还没有遇到 让你开心的事 你听过一句话吗 上帝不给你你想要的 不是因为你值得更好的 而是因为你根本就不配 谁说的 我现在就带你找回笑容 那米娅还没吃完呢 我现在也会没吃完 我还是要给你 你还能吃完 我还没吃完